著名的小北百貨創辦人黃浦文 在上個月病逝台南的家中 而黃浦文生前認同華山基金會 服務老人的服務理念 他一所創辦的小北慈善基金會 遵從他的遺願 29號的上午 特別來到了華山基金會東河站 捐了10萬元的善款 然後再來就講說 其實他整個創意 看著小北百貨創辦人 黃浦文生前的影片 讓在場觀看的人都不禁紅了眼眶 黃浦文在生前秉持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在經營公司 也因為認同華山基金會 愛老人的服務理念 今年在中秋節時就有愛心的認住 不過今年10月22號 黃浦文病逝在家中 為了完成他生前的遺願 小北慈善基金會 今天捐贈了10萬 給華山基金會東河站 今年度他又說 看這邊有沒有什麼需求 結果那個蔣站長他說 也是有 結果他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說那我們今年再來做 要過來做的時候 這個是已經他還在世的時候 結果我們不曉得後來的時候 他就過世了 那過世的話 我們當然一定要完成他的這個遺願 就是我也很感謝就是說 華山基金會我們東河站這邊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完成他的遺願 大愛人間 那將來我們還是持續會做 因為那個黃董他原本就是覺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這個社會上他曾經是弱勢 所以他當然他是發自內心的想要幫助更多弱勢的人 幫他們可以就是說繼續生活下去 東河站站長蔣明勳幾年前曾經在黃埔文的旗下公司上班過 在現場看到董事長生前的影片 跟讓他流下的男兒淚 他表示黃埔文在生前只要有能力就會盡力協助弱勢族群 也非常感謝他這麼願意幫助華山基金會 說真的很感謝黃董 因為黃董無論在像去年尼泊特颱風之後 得知我們偏鄉有這個需要 馬上就叫小北慈善基金會 前往過來慰問去捐贈的動作 看到我們偏鄉的需求 所以黃董那時候在中秋節的時候 就允諾說要捐助10萬元給我們華山基金會東河站 只不過說一直因為黃董的業務比較繁重 一直沒有事情沒有時間過來 直到說我們接到了2號 黃董10月22號離開的時候 他們這些智商委員會才知道說 黃董之前有一個遺院未完成 所以想說在黃董的告別式 儘快處理完之後 趕快來完成黃董的遺院這樣子 小北慈善基金會表示 在未來將會遵照著黃埔文的遺院 在台灣各地幫忙所有的弱勢族群 以讓黃董生前遺院能夠大礙人間 記者 蔡三 東河鄉報導